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君王为了女人活破家亡的 比如周游王 商周王 唐玄宗都是如此 这些皇帝虽然爱美女 但还有个限度 至少把自己当成一国之君 然而历史上有一个皇帝 为了美女竟自甘堕落成奴仇 萧宝隽 他是齐名帝萧轮次子 他是南朝旗第六位皇帝 此人从小便士的浪当子弟 不学无术勇手好闲 然而他运气怎好 最终成了皇帝 这种荒淫皇帝身边 自然聚集了一堆溜须拍马之徒 美虫儿就是其中一个 他看得出来皇帝好色 于是便大肆搜罗民间美女进宪 二位皇帝 我们多久未经历